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 昨天波士顿的联邦法院审理了一个案子 这个案子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瞩目 原因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 当时的川普总统在他任内司法部有一个叫做中国项目 这个中国项目就是在美国的大学学术机构和研究机构里边 他主要是来清理一下和外国一些机构合作 或者是有项目接受了外国政府 或者是外国的一些学术机构的钱资金的这些东西 美国的政府要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接触外国基金干嘛叫中国项目 或者叫中国行动 这个就是你一听 就是实际上他针对的是来自于中国的资金 在大学的学术项目当中研究项目当中 甚至有一些是比如说听上去好像是什么卫生的 什么医学的这方面的研究项目当中 有中国资金进来 所以美国可能是想了解这个 那这个昨天所进行的这个审理呢 就是其中的一个 2018年的中国项目这个立案以后呢 好像有好几十名在这方面 涉嫌和中国有关联的这些学术机构的负责人 学者啊教授啊他们就等于是被起诉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最著名的这一个就是昨天审理的哈佛大学的前化学系的教授 叫做Charles Lieber 他昨天没想到非常快啊 只有那个联邦的陪审团只花了两小时零四十五分钟 就说他的六项罪名有罪 所以这个事我们跟大家稍微的讲一下 哇这个事可蛮大的一件事情哈 刚才你说的是中国项目China Initiative 听起来好像是挺安全的一个感觉 但是另一个翻译叫中国行动 听起来这就有点小的威胁的感觉了 不管怎么说呢 这个是川普总统当时的下的很大的一个决心 要整治这个问题 结果就产生了后来我们说的所谓的寒蝉效应嘛 后来有差不多十几个中美的学者 主要都是中国大陆的在美国的这些学者 都受到各种各样的调查 其中胡安明还是比较有名的一个 是胡安明案呢 是经过调查以后开审的一个 也就是政府觉得他的证据已经够了 所以开审 结果最后是无罪释放 这个呢一直让政府所谓的被打脸 政府一直觉得怎么回事 我调查一个没事 调查一个没事 而媒体呢也是追着报道 因为你知道当媒体一报道的时候 他一定给人一种感觉 哎呦出事了 你知道他一定干了什么 所以这一次呢 Charles Lieber这个呢 算是政府啊 在他们的角度来看 是拿下一城啊 而且是取得了胜利 他不光是哈佛大学的化学教授 是系主任啊 你知道吗 是接下来的下一个诺贝尔化学奖的夺主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化学方面的贡献是极大的 也就是说未来的某一年 他拿到诺贝尔化学奖 在他的行业里面 没有人会吃惊 等一下给大家讲讲 他研究的什么东西 对未来的整个的人类的贡献是什么 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事理清楚 对他是几项起诉啊 不管是几项 请注意有两项没有 一项叫做间谍罪 这一项没有 一项叫做盗用知识版权 或者偷窃知识版权也没有 对他的起诉 基本上呢是围绕着 叫欺骗美国政府 和税务方面的隐瞒 他欺骗什么呢 是说他跟 是不是武汉科技大学吧 这个分野 对武汉理工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 他和武汉理工大学的合作 以及参加了中国的一个著名的叫做千人计划 拿了武汉理工大学的钱 在中国的银行开了户 在那个户口当中有钱 没有向美国国税局报 还有就是他扛了一麻袋的现金回到美国 就开玩笑了啊 他一个手提箱里放了十万美元 现金一百块钱一张的拿回美国在海关的时候没有申报等等 都是这方面的罪行 所以这些方面呢 这个说实话他比较难否认 你知道吗 因为那个太坐实了 那个证据 所以是按这个判他的刑 还没有判刑啊 是定他的罪 那么接下来就我们来看一看他到底是干了什么 为什么他跟武汉的这个合作 拿了武汉的钱放到他的实验室啊等等 他为什么不跟美国政府说呢 说了就怎么样呢 以及他拿这个现金往美国走 他在中国的存有的这些账户啊什么这些 他怎么解释啊 为什么你不说呢 那么以及他可能面临的刑期 对是这样的哈 其实在早些时候我们在今天话题当中 曾经就这个问题呢 讲过啊 而且讲过不止一次 寒蝉效应也好 是美国的这个司法部的那个中国计划也好 那么在2011年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就这个Charles Lieber 他有一个学生 是可能是已经在那个武汉理工大学工作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等于是把自己的导师啊 介绍到了这个武汉理工大学去 因为他的导师Lieber呢 是国际上非常知名的 而且是非常有前途 非常有才华的这么一个纳米专家 所以呢 在他的牵线 他的学生的牵线之下呢 当然在中国的这种学术机构 如果要是能有一个国际知名的这种 在这种研究领域当中 领先的这样的一个专家 牵头合作弄一个实验室的话 那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双方就签了这么一个协议 首先把Lieber呢就作为理工大学的叫做战略 这叫什么战略科学家吧 就是起了这个名字 或者是顾问啊 顾问啊 然后呢 是千人计划当中的一个人呢等等啊 那么我们也曾经讲过 在美国的这个教育机构里边 别看哈佛大学那么有钱 那么多的这个校友捐赠啊什么的 但是Lieber的项目依然还是缺钱啊 所以呢 在他的这个研究项目当中 这个武汉的理工大学 给了他许多的这个帮助啊 就是说投资吧 就是至少是 所以呢 那这笔钱对后来他的研究成果啊什么的 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 好 这个话一说是2011年的事 这个2011年这些事情没有任何问题 即使到现在你去和外国合作什么的 也都没有问题 加入千人计划都没问题 但是在2018年刚才说的这个司法部的 叫做中国计划实施以来呢 他有一个事 就是说如果你拿了中国政府的钱 有双方之间的合作 我不查也就罢了 但是你同时又申请了美国的研究项目的话 我们都知道这种项目一般都是到处想要找点钱 来研究自己的这个就是提供自己的经费嘛 否则的话你这个研究项目怎么去进行啊 所以呢 Charles Lieber教授呢 他也申请了国防部的和美国的叫做国立卫生研究院 这两个部门的我忘了是一千五百万 一千八百万 对一千八百万的这个研究经费 那个时候研究也没有问题 那个时候也不需要你披露什么和外国的合作啊之类的 但是所有的东西刚才说了 2018年这个中国计划一执行开来呢 这个就出问题了 他就要求你要披露这些事情 可是你仔细想想 那个Lieber后来在接受审讯的时候 他也说了 到2018年19年 那个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人员找到他的时候 他心里头已经非常明白 这个时候 七八年合作过去了 钱也拿了 各方面的事也都结束了 现在让他再怎么说 他说我都说不清楚了 说不清楚也得说呀 你知道吗 因为他知道麻烦大了 他知道这个时候呢 他可能要蹲监狱了 2020年1月28号 在美国的东部寒冷的冬天 联邦调查局的两个探员来到了哈佛大学 早晨6点30分 他已经在办公室了 哈佛大学的警察过来跟他说 Liber教授不好意思 请这房间有人找你 他坐下以后 是联邦调查局的两个探员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一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探员跟他说 我们要抓你 你可以找律师 他想了想说 算了我不找了 那么接下来 有三个小时的谈话 欢迎去收听有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 这段时间跟他讲的是哈佛大学前化学系的教授和主任 Charles Lieber他昨天被一个联邦的陪审团判了叫做有罪吧 有好几个罪名 因为他和没有披露和中国武汉理工大学之间的合作的关系 并且从那拿钱 这件事情没有披露或者说是隐瞒了 所以这里头就是涉及到 比如说像联邦调查人员撒谎 然后违反了税务法 有逃税的之险等等 那刚才说过了 在2000年一个冬天的早晨6点半的时候 在办公室被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人员 等于是就马上冲到办公室去 等于是跟他约谈了 2020年那就是去年吧 对 就是去年 然后这个三个小时 这三个小时的询问是全部全程的有录影拍下来的 这个肯定也是根据也是他同意 他也必须要同意 所以拍下来的有一些片段 后来在法庭上也放给联邦的陪审团看了 当然选出来的片段是他最后终于承认说他确实有隐瞒 在填表的过程当中 在询问的过程当中 他确实有误导和隐瞒的这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当这个调查人员问他有没有参加千人计划的时候 他否认了 第二呢就是他没有承认或者是没有当时立即坦白说 他在中国还有一个账户里边还有那个理工大学给他的一部分钱呢 这些东西已经发生了 这个其实可以理解后来他的律师和他本人也说他主要是害怕 那个时候突然发现说 哎呦 这个还牵涉到税务问题 还有这个问题 那个问题 他那个时候感觉到一阵慌乱以后又是有点害怕的时候呢 当然就说了一些他可能也没有经过思考的话 你可以想象早晨六点半的时候被联邦的调查人员堵在办公室里头 马上带去问话 这是对谁他也是一个打击 而且事情又发生在八九年之前 你说他想要清清楚楚这个记得很清楚的 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要是联邦调查人员如果是提前告诉你 提前三天告诉你说 哎我们要谈一谈这个2011年的事 那他可以准备一下 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之下 你想他当时的慌乱的神情 害怕的这个情绪是可以理解的 对但问题就在这 问题就在当时问他三小时的时候 即使他全都承认了 都已经不行了 对 因为那都已经叫做过去式了 谁让你当时不说的 你在中国有账户你没报 多少年以后问你 你说有就完了 对不对 你拎着十万美元的现金进到国内没有申报 然后后来问你有没有啊 有啊是 那行没事了 对不对 这是不行的 所以他也是有这么一个压力 其实后来他回忆说 还有第三个更大的压力 就是他从2008年开始 刚才说的就是从美国的国防部和国家安全什么 不是国家健康研究院 研究院拿的那1800万美元 因为联邦调查局的两个探员 当时就跟他说 你得把这钱给我退回来 所以在这个压力之下 请注意他拿到的钱的两个单位之一的那第一个叫美国国防部 请注意这个名字对不对 这就说明他涉及到国防了 然后你去跟中国大陆的一个大学去合作 你居然不跟我说对不对 你等于左手右手都在这拿钱 不说就算了 等我问你的话否认 所以这一下就麻烦 就给他的这个定罪啊 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个技术定罪 就是说 你有没有隐瞒 你没办法呀 对不对 你隐瞒就是这个跟你跟武汉理工大学合作不合作没关系 从来没有说你跟武汉理工大学合作是犯法的 从来没说这个 那谁让你不说的呢 然后你拿钱了吗 拿多少钱啊 武汉理工大学给他薪水一个月五万美元 这是这是第一笔 然后给一笔所谓的 我可能叫做差旅费啊 或者是生活费吧 一万五千美元 这又是一笔 给他的实验室 给他的实验室一百五十万美元 用他的实验室 这么多钱 能隐瞒吗 我说这个对不对 这没办法隐瞒呢 所以他这个科学家可能也是糊涂了 所以不管怎么说呢 他当时就酿成了这个错误 他隐瞒了 然后就是那个十万美元的现金 当他承认的时候 他说是一百块钱一张的 十万美元 一百块钱一张 那就是一千张啊 一千张 那么算捆的话 对不对 几口呗 就大概十捆吧 对不对 他自己也想不起来 到底是五万还是十万 你可以想象这个科学家 马来乎到什么程度 他说大概是五到十万之间 就是现金 原因是这样 就是理工大学发给他的五万块钱 一个月的那个薪水啊 是一半是现金 一半呢就存在中国的银行 也就是说他在中国的某一个银行 人家大学给他设了一个账户 是啊 对所以呢 这两个东西他都没有申报 所以这个在税务方面肯定是也是违法了 当然现在他的律师也好 还有一些学术界的一些人吧 包括他的学生 包括他的同行啊 同事啊什么都在说 实际上这里头有两点 这是叫做美国的调查人员越界越法了 首先是你查他的 如果是这个税务方面有问题的话 你让税务局给他发单子啊 查他 那他比如说这个没报那个隐瞒 没关系啊罚呀 你该罚多少钱 或者说该做监狱做监狱或者什么 因为逃税也会做监狱的 对啊 看金额了 这种几万块钱 十几万块钱的这种 你肯定就罚点钱就算了吧 对吧 你从那个2012年 比如说你拿的这个钱 你如果没报的话 你先把这个该报的报了 然后这十年 过去的九年按利息罚吧 大概就是这样子 这是税务的问题 你如果没有发现他 那个有比如说偷窃什么国家机密啊 是间谍之类的 什么盗窃知识产权之类的东西 那你凭什么去查他 你去调查他 后来向联邦调查人员撒谎 这事不是就是因为你去查他 他才慌乱之下说了一些隐瞒什么的 所以现在就是很多人 尤其是学术界的人 对这个事情呢是愤愤不平的 因为很多学术界的人是说 你这样的一个小事 这样的一件事情啊 等于把一个非常有才华的 一个科学家给毁了 这个是毁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他有癌症 这个现在知道 再有呢就是对他的诸相起诉当中 向联邦政府撒谎这一项就是五年 对 可是对他的撒谎的起诉 还不是一项啊 对不对 他是一项五年啊 那两项就十年啊 还有其他的那些税务方面的 可能是巨笔的罚款了 因为他那个罚款是带有惩罚性的 他不是简单的算术 就是钱加利息啊 钱加利息之后 他还有一笔惩罚性的罚款 巨额的一个罚款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现在既然已经定罪的话 那接下来就是刑期了 就是他做监狱就是肯定 除非你判他一个二十年徒刑 然后缓期执行 什么什么之类的 他反正还可以上诉嘛 对那反正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他的贡献是什么 跟大家讲一下 他研究的纳米 所谓的纳米 nano就是你把它想成一个字 小 就是微小 小到什么程度 他研究的那个 生化的电子晶片 可以移植到人的视网膜当中 你想多小吧 对不对 大脑里边 那我们就想象的可能跟头发那个尖什么的 可能更小 那个还小 因为你视网膜就是你眼睛啊 是 把这个晶片放在你眼睛里 它该多小啊 对不对 他研究的这么尖端的技术 为什么放在你眼睛里 为什么植入到你的大脑里面 他能够攻克人的两大难题 一个是盲 有些人就通过他的这个晶片的移植 就从盲人变成能看见了 对 如果你是视网膜 是因为视网膜的原因的话 这是这个 我们知道人有时候瘫痪 瘫痪除了因为比如说撞击之类的外伤之外 那个不算 很多的时候 控制你的瘫痪的问题是在脑子里 对 如果他把这个晶片直到你大脑里 一个瘫痪的人可以站起走路了 什么一个左手抬不起来的人 就抬起来了 对 什么什么之类的 你知道他攻克的是这个 所以他得诺比尔奖 很多人认为在他的领域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所以呢 其实他给自己终极的辩护 在法庭上也是这样 他说我跟我儿子也都是这样说的 他说我真的不缺钱 哈佛大学化学系主任缺钱吗 对不对 我真的不缺钱 我就是觉得 我缺一个东西 诺贝尔奖 我的毕生的努力 都希望获得这个奖 那我干什么到中国去 是因为我去培养年轻人 我们知道 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提名的 那些人和那些机构呢 他要看你在这方面做的贡献 对 所以这是主要的原因 对他就是提升自己的资历 然后呢 就因为他还 相对来说还非常年轻呢 不到好像不到50岁 40多岁 所以他要提升自己的年龄 而且他自己也说了 当时2011年他也比较天真 同时也太年轻了 所以在合作的问题上呢 有很多事情他 他说实话没有想清楚 所以这个事 但是他说我真的不是钱 为了钱 我是为了我的 等于是名誉吧 他想要得一个诺贝尔奖 可是问题 他还反问了一句 他说 一个科学家想得诺贝尔奖 有错吗 当然没错 他说